其實我之前被騙過兩次 一次見工騙了一千元 一次就插單四千八 這次騙了一千五十萬 我已經很小心 但不知為何 越小心銀碼就越被騙得多 只認識了一個男人半個月 談過幾分鐘視像通話 就在短短四天之內 雙手奉上五十萬 究竟是事主太天真 還是騙徒騙法太高明呢 我看IG他就加我 他IG其實只有一段片 和一張照片 他那段片是在製作食物 是斯文的 這個人不像很古惑的樣子 就告訴我他是阿里巴巴 對外國際的策劃總家 我也問他離了香港多久兩年 我覺得純粹交朋友 我覺得沒甚麼所謂 這個叫Kevin 粗普通話的男子 現年45歲 單身辦公室在銅鑼灣 自己就著跑馬地 高身厚積 還要懂得煮食 整個套餐真是相當不錯 K小姐也怕他是騙子 就叫他視像通話 誰知真有其人 於是就一步一步地跌入陷阱 那兩天左右就已經跟我說 搶現金券的問題 我說我沒有興趣 我不弄了 就是這樣就已經回應了 他不停都是很大段的解釋 告訴我 因為我知道你現在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 就想你這樣去賺一些錢 就說香港現在也有幾十萬人 是在做這件事的活動 他說阿里巴巴就拿了八億的資金 去做這些活動 根據Kevin所說 限時搶券活動 由8月14日到8月31日為止 每天有兩小時 可以以九二折 購買網購平台現金券 面值由3000到30萬都有 賣完之後按 回收訂單 就可以原價退款 賺取8%差額 因為他是發過連結給我的 還有我的電話其實也有 自己保護電話的程式在裡面 他又說安全 那就註冊了 他登入網站 不僅有購物車 代發貨這些資料可以看到 到了搶券的時間 頁面還會出現Kevin所說 可以賺差額的優惠券賣 有移民想問客服 真的會回答你 親 請稍等 正在為你查詢 這個就是真的網站 可以對比一下 跟阿里巴巴一模一樣 又讓你賣iPhone 那些東西 簡直是細緻位置都很像 但他仍然半信半疑 這個時候 Kevin就說 你不搶 我又沒空搶 不如給我的戶口你 你幫我搶吧 因為他叫我幫他搶券 我就登入去看 就有幾十萬在 你不信可以拿到錢 你現在在我的戶口 看一萬元出來 你就知道是真的拿到錢 當時我有做 然後他亦都截圖給我看 銀行發了個訊息給他 就說你數什麼什麼 就收款一萬元 所以當時更加覺得 他都挺可信的 是的 既然可信 K小姐決定小事牛刀 全二十萬入賬戶 再試下拿六萬元出來 結果又真的拿得回 於是他再加碼 全多三十萬 你入了五十萬之後 是不是真的開始持著搶券 我起初的概念 都以為是真的搶 其實就很容易做到 即是幾分鐘做到的事 搶完那些券就很等於淘寶買東西 他就會告訴你你要支付多少錢 然後接著就代收貨之類的東西 然後他又會彈一件東西出來回收 那你又要立刻按 然後他就會出回回收審核中 他兩點或者兩點半左右 就全部退回阿里巴巴的主帳戶 當我的戶口其實已經累積到一百八十多萬 我每天都是這樣做 為何戶口可以累積到這麼多錢 八個百分比好像不是很多 但當每天兩次賺八個百分比 本金利答比之後 最高可以變成十六倍 以K小姐入了五十萬計 十八日後就可以滾傳到近八百萬了 以為賺了大錢? 還未算了 Kevin還有好介紹 有一天他就跟我說有一個彩金活動 我發了一幅圖給我看 一百萬立刻送你 十萬零八千八百八十八 由一百萬最高是去到一千萬 然後就跟我說遊說 我不如參加吧 我其實就不想 那他就叫我幫他在客服那裡 拿銀行報他的帳戶號碼 就說參加三百萬彩金活動 於是K小姐就登入Kevin的戶口報名 而筆錢都是由Kevin過數 看錢沒問題 誰知就出問題了 甚麼時候不覺得出現了問題 就是我沒有私下跟她說 我就嘗試再拿錢 發覺就拿不到 發作就已經拒絕 我就問Hotline 為甚麼拒絕 她就說我是跟她一個關聯戶口 她參加了一個彩金三百萬的活動 如果她累計未夠三百萬的話 兩個戶口都拿不到錢 K小姐開始懷疑 Kevin是身在院方的騙子 於是就試試她說 自己還有些錢 但就要將加密貨幣轉回港幣 然後她就很清晰就說 我和你去吧 她說我不和你去 誰和你去 我是你親愛的 是那個人 是頭髮比較長 沒有剪頭髮 但那個樣子真的是那個樣子 但既然她都出來 有沒有想過嘗試和她對質 或者報警處理 第一就是因為她的新人都出來不見到 第二就是有想過 我看了她的帳戶口的東西 會不會她都是受害人呢 對吧 或者那個計劃真是真的呢 那我就變成衝動了 因為那個完結活動是三十一號 那可能她真的完成那個 累計三百萬的存款充值 那我真的可能解綁會拿回那些錢呢 變了就是未有想過去報警 當局者迷的K小姐 還不斷幫她找藉口 但Kevin一發現K小姐沒有入到錢 就即時粗口狂鬧 還叫K小姐去死 而另一方面 K小姐再向客服提出只拿本金 但對方就說要先交十七個百分比 來得稅 即是要再入多二十多萬 才可以解凍戶口 K小姐沒有再入錢 過了三十一號 她已經入不到自己的帳戶了 而當我們和K小姐在做訪問時 竟然發現Kevin在IG上線 於是立即嘗試打給她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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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問一下你 你說說真的給我聽 那我是不是交了那十七個百分比的稅 它就會兩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我可以拿到那些錢 什麼都沒有 我交了之後我都拿到錢了 他沒有說 叫我交什麼什麼 其他你講這些東西 什麼都沒有 我都入不了去 什麼入不了的 阿里巴巴的帳號 燈爐那裡 那裡不是有我的鋸 有卡褲 我知道我燈爬不到的 為什麼它完全白色一片 白色一片什麼都沒有 沒有的 我不知道 你自圖給我看 我怎麼知道 自圖給你看 你現在在哪裡 在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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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 回到深圳 你不用上班嗎 來這邊 跟同事有事 我聽不明白你說什麼 過來這邊 跟同事過來 深圳阿里巴巴 之後K小姐沒有再入錢 Kevin當然再次失蹤 而製作組 亦去信Kevin聲稱任職的 網購平台集團香港分公司 查問究竟有沒有一個叫Kevin的員工 以及是否有舉辦過 上述以九二折買現金獻的活動呢 公司回覆說 就事件嚴正聲明 涉事人士並非我們的員工 亦未曾舉辦相關營銷活動 我們發現騙局有三大破綻 首先Kevin提供的網購平台網址 和相關網購平台的官方網址 是有出入的 我現在就上警方的防騙伺服器APP 查一下這個網站有沒有問題 結果就顯示疑伺有復禍 這個網站還有相近的詐騙舉報紀錄 破綻2 雖然說優惠勸要搶 但只計面值30萬的勸庫存量 已經有九萬多張 根本不用搶 而一旦被人搶完的話 差額就高達21億人民幣 Kevin明明說 公司只是拿了8億出來做推廣 這位總監的數目 未免太差了吧 破綻3 每次客服要求K小姐入錢的戶口 竟然不是公司戶口 而是個人戶口 還要每次人名、銀行都不同 試問市值萬億集團旗下的網購平台 又怎會用個人名義戶口收錢呢 雖然整件事相當有可疑 但偏偏K小姐就蒙在鼓裏 到時候想回才覺得有問題 我跟Hot Light說的話 我但沒有跟她說 為何很多時她都好像知道 我發覺中了服了 後面有一班人 翻查新聞 原來早在2022年 香港就有一名48歲女子報警 說誤信男網友買折扣禮券 轉售贊勇而被騙30萬 K小姐事後都在網上找到 不少被自稱網購平台高層欺騙她 搶優惠券的輔主 被騙金額26萬 到40多萬不等 如果K小姐早點看到這則新聞 又會不會受騙呢 你們會覺得 為何騙完又會再被騙呢 因為我是完全對這些無認知 外面的世界進步到怎樣 而且我是比較簡單 我沒有想過那麼多複雜的事 以前IG、Facebook 我們這些是真的跟朋友去聯絡 大家互相問候一下 交換一些譬如最近的近況 但現在我覺得這些所有的平台 都成為給騙徒有機會去賺錢的地方 所以我不會再相信 我將會這些什麼Facebook 我覺得全部都會刪除它